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紧张的时候,他们已经跑到他们大楼的一个紧急出口了 那这样的话,那到底是如果地震来的话,要怎么办? 就是我们要保护自己 那我们先来看看我们要学习关于这个地震的用词好了 地震 那紧张就是 PANIK PANIK 那这个 就是地震 那 就是地球 那这个 也就是 它是名词 它就是从这个原形至 加至维安就可以了 那怎么召集呢? 有点长哦 那我再念一次 也就是说 这一次地震要晃很久 让我紧张到不行 好,我们看这个 PANIK就是 紧张 PANIK 那我们如何召集呢? Ujian membuat saya panik hingga tangan pun berkeringat 那就是 考试啦 让我紧张到 我的手心 都是毛汗了 PAUHU 就是 MELINDUNI 奔跑 BERLARIAN 那我们看这个 PAUHU 就是 MELINDUNI 它就是 它的原形至 就是 怎么组合呢? 很容易 就是 在林DUN的前面 加这个 支手 MELINDUNI 就可以了 MELINDUNI 那如果要变成这个名词 怎么办呢? 很简单 把这个 林DUN的前面 加这个 支手 PER 跟这个支维安 就可以了 PERLINDUNI 那如何召集呢? KETIKKA GEMPA BUMI BERLANGSUNG TINDAKKAN PERLINDUNGAN HARUS DILAKUKAN 就是 地震发生的时候 这个 保护措施 要确实哦 那我们看这个 BERLARIAN 奔跑 BERLARIAN 从这个 原形至 加支手 BER跟支维安 变成 BERLARIAN 那如果变成名词 怎么办呢? 很简单 前面加这个支手 就可以了 PERLARI akhir-akhir ini sering terjadi GEMPA SUNGGUH meresahkan 因为台湾 terletak Zone Rawan GEMPA 所以 frekuensi GEMPA 会更加 SERING GEMPA WAH ingat KETIKKA GEMPA DATANG TING DICIN DICIN FASSE 对 因为台湾 的位置 就是处于 地震带上 所以 发生的地震 的几率 很频繁 对啊 所以难怪 刚刚也是 有发生地震了 对啊 可是要记住 你发生地震的时候 请不要紧张 就是要冷静下来 不要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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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冷静下来 OK 那我们今天试练习是 GEMPA 就是地震 那现在我们来复习我们今天学的东西 那就是地震 GEMPA 也可以只有说 GEMPA 人家也是听得懂 那个也是地震的意思 对 然后就是 紧张 不要紧张 PANIK 紧张 不要紧张 不要紧张 那保护呢 MELINDUMI MELINDUMI 就是保护 那奔跑呢 BRARIAN 对 不要奔跑 不要紧张 好吧 感谢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 terima kasih sampai jumpa